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香港迪士尼乐园连续五年都蚀钱 今年就净蚀一亿 根据他们的业绩报告所说 在上一个财政年度 就是2018年的10月 至2019年的9月 他们的营收表现就相当之厉害 收入按年增长一成一 入场人次上升百分之五 正顺利也增幅超过三倍 不过去到第四季 即是去年7月至9月 適逢遇上示威活动 于是全年转型为规 鹿德正规选是1.05亿元 比起前一个财政年度 还洩多5千一百万 全年入场人次下降百分之四 去到6百五十万 即是减少了二十万 只是看这盘数就相当之奇怪了 入场人次也是少了百分之四 但比起前年已经要洩多5千一百万 而且只不过是拉尾三个月受到影响 这样已经变成赚头洩尾 还要盗洩一亿 证明了一件事 你这档香港迪士尼乐园 要么管理不善 要么盈利价值根本有限 所以有一件事就要提醒立法会议员 万一这档事到期时又说莫财又说干堂的时候 要问政府拿钱呢 那就麻烦你也要求那个股东 因为这个香港迪士尼乐园 一半是特区政府的股权 一半是华特迪士尼的 麻烦你叫股东都要相应 拿这么多钱出来才行 如果他真的要问政府拿钱的话 就不要现在好像海洋公园那样 摊大手板又要拿几亿几亿几亿 好像当政府是提款机那样 迪士尼没办法谈 如果大股东 特区政府肯给钱的 那个小股东华特迪士尼都要给相应的价值出来 因为香港迪士尼乐园特区政府占52%的股权 迪士尼他自己也有48%股权 如果他说要拿100亿 那特区政府给52亿都可以 你拜托自己弄48亿出来 不肯给的就执毁了他 不要做这盘生意 赚头九个月 尾三个月有少少依辱 就说要蚀钱 那你也没什么价值 不如不要搞了 如果是这样所有乐园的固员全部转型就可以了 高层吃字鸡 出这么多钱 然后根本上都不能承认你 搞这么多 一定要固住这件事 不要让他这样来拿钱 海洋公园就已经美大不调了 实际海洋公园如果注资100亿 都再搞不定的话 就应该要转型了 不要再搞这个主题公园 让他变成这个家道里农场 或者是冰头花园的营运模式 只是养着那些动物 养着兽衣就算了 其他的接轨了他 如果根本上都不能承认你 你搞什么呢 推什么说香港旅游业 香港旅游业根本上占香港的GDP就很少 但是就要另外的百分之九十几的市民来买单 不搞就好 整天固住旅游业 低增值的行业 告诉你 旅游业 你那小小人赚钱 然后就引多多人来买来 根本上这些行业 本来就已经讨厌了 而且你经常依赖单一客员才黑人争 只顾着自由行自由行 这个世界那么多高档似的旅客你不去吸引 那么多海外新兴的市场 又不去吸纳 一味就顾着那条大水喉 麻烦你们趁着这个非常时期 就摄高藏板想清楚 不要造成一个过度依赖 不要不思进取 这方面他们真的要认真去思考一下才好 接着说回迪士尼乐园 他们就说期望在几个礼拜之内 就可以重开了 不过就没有说到具体日子是什么时候 不过若然真的要重开的时候 就会做足防控措施 包括进入迪士尼乐园以前 就要检测体温 入口和游乐设施都会提供洗手的设施 而且就加强清洁所有的公众地方 以及就限制入场人数 使游客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你到底怎样保持呢 不如说过山车这样 是不是隔几排才坐一堆人呢 真是不明白 这个说保持一定距离 其实玩得你那些机动游戏都很难保持距离 因此就算这个迪士尼开也好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才好决定去还是不去 接着想讲一下关于英国留学生的情况 由于他们担心一旦错失时机的话 就使得自己没办法回到香港 被迫要滞留在英国的关系 同时他们也不太同意英国那种 无违而至的防控措施 故此他们就纷纷选择 在这个学期结束以前 就要订机票赶回香港 这一班留学生陆续就已经回来了 首先我发现得到 有一名留学生是认真抵赞的 他上机以前就已经穿好全裤的高规格装备 由头就凹到落脚 而且就不是穿普通的雨衣 而是真真正正的高规格装备 这个当然是值得表扬 他就无据其他乘客的涉事私语 指指点点 背后此事 实际那些人就不用理他 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你自身的安全 第一就够了 看看哪一个是可以笑到最后 从伦敦回香港 这个长途机来的 要坐十几个小时 在这个密闭的高风险环境当中 不是穿到这样 你告诉我应该穿到怎样呢 你笑只不过是显得出你自己的无知 以及境界的意识是不足 没有东西是值得好笑的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这个乘客做得非常之好 我觉得应该要是其事 要拿出来赚一下他才行 其他人应该要争相仿效 就算你说买不到他的款式 起码也要戴上一套雨衣 戴上一双手套 没理由就这样不设防上机 如果真的不设防的话 我就劝告这些人 在回家之后 马上就要换衣服 把所有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洗掉 你不要累自己的家人 这些人才好 接着说回英国留学生的情况 既然他们在学期未结束的时候 都可以回香港 就证明了根本上本地更加不需要急于服货 人家的机会成本一定高于本地的学生 对不对 走到英国留学 给的钱都比在本地上货 人家都还没完结的学期 都要赶回来 更何况本地 是吧 洗鬼这么急 不需要定死线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说 4月的时候 是不是要服货呢 服什么货 搞不定的时候 延迟到9月1号服货 你就提前放暑假 实际中小学大家都读过了 读的东西根本上都是这样的 这个学期不读就留下个学期读 何况现在有个所谓网上学习 是不是 就算不网上学习 我们个个都做过中小学生 回到上课的时候 有些人闻游泳去 有多少人真的认真听书 何况现在这个非常时期 你还要叫那些学生去上学 就很牙烟 听起来都觉得危险 那些人 中小学生又是小学生 抱一抱在那儿玩 然后到处摸 学校根本上就不会有人手 去阻止那些学生这样玩的 所以最佳的办法就是 所有的中小学生留在家里 网上学习 那就行了 是不是做个样子 那些教师又有粮出 那些中小学生又不用到处供 你说何乐而不为呢 你对于那个防控工作的压力 一定是降低了的 如果个个都走去上课的时候 第一上班上课的时间 繁忙的时间 就已经是多了人出来 那你多了人出来 赤风险就高了了 第二如果所有中小学生都要上课的话 那他每天都要耗用物资 现在全球都说这些物资供应紧张 你唯一可以减少这些物资的耗用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留在家 所以根本上就不需要烦恼 到底哪一天是需要服货呢 那搞不定了 就索性退到9月1号 那万一9月1号都搞不定的时候 就再退 上课 已经去到21世纪了 加加户户都可以上网了 那你就在网上学习了 没什么分别的 接着就讲一下 袁国勇教授和何柏梁总监的建议 袁国勇教授建议 所有入境本港的人士都要闭关十四天 他就已经和特区政府提出了有关的建议 袁教授当然有他的论据 首先他就指出 世卫就已经宣布了全球大流行的状态 第二就是 部分的国家 例如印度和一些南美洲的国家 可以做到的检测数目是有限的 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建议 特区政府其实都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卫免夜长梦多即刻就要接纳袁教授的建议 至于何柏梁总监就说 特区政府就应该拒绝 曾经去过 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国家的非香港人士入境 以集中资源处理曾经去过相关国家的香港居民 我觉得这个建议都相当好 特区政府都应该接纳 没理由任由那些旅客继续入境 如果他是香港居民就没办法 因为基本法就赋予了 香港人拥有这个出入境的自由 但是他如果非香港居民来的 他只不过是游客来的 不好意思了 你暂时不来自 等到搞定以后 我们无任欢迎你再来香港这道旅游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